中国高铁文明于世界,而名气大,自然招人眼红。 在高铁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零部件,叫高铁轮对。 我们平时都看不见,但它却是给高铁提供速度与安全的重要零件。 此前,这种零件的制造技术被日德法义四国垄断,中国制造技术尚未成熟,只能依赖进口。 即便如此,中国高铁依旧腾飞于世界。 这个时候,日德两国就不高兴了。 为了遏制中国高铁发展,他们同时宣布中断给中国的高铁轮对供应。 美国隔岸关火,企图坐等中国高铁变成废铁。 不想,他们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。 中国早已成功量产高铁轮对攻克了技术难题,并实现了自给自足。 这令国内外媒体大为震惊,中国是如何突破技术封锁的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,舆论场中抽丝剥茧,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 点赞加关注,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 高铁轮对被称为会下金蛋的机。 它的制作流程虽然简单,但是对工艺要求非常高。 在中国之前,也只有日本、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一共四家企业掌握。 这些企业为了保护高铁轮对技术不外泄,坚持三不原则。 所谓三不原则,就是几个国家约定好,绝不随意将技术分享给别国。 怎样才算不给别国分享技术? 那就是不去申报专利,在四国之间交流技术。 接着是不发表论文,不向社会外界分享本国的技术成果和理念,拒绝共享技术。 最后,是拒绝与其他国家就高铁技术进行交流。 保密程度堪比是国防重器,中国购买高铁轮对可以,引进高铁轮对技术绝对不行。 如果无法掌握高铁轮对技术,我们就相当于是在为这些国家打工。 每年白花花的银子都要用来买高铁轮对,而且永远受制于人。 一旦国外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高铁轮对实施断供,那中国高铁将彻底瘫痪,再也无法运行。 我们赤巨资修建的高铁线路将无用武之地,可以说,高铁轮对就是卡住我们脖子的关键技术。 为啥会这样呢? 因为高铁轮对是个消耗品,每运行120万公里就需要返长检修,每运行240万公里就需要强制更换。 一辆八节的高铁车厢需要64个轮子,中国高铁动车组保有量达到2700多组,再加上中国疆域辽阔,高铁行程更长,所以每年对高铁轮对的消耗是天亮的。 自己造不出来就要找别人去买,别人看你造不出来,于是就联合报高价,不买就无法发展高铁,想发展高铁,每年就要花真金白银去买,而且还要源源不断地购买。 这种情况是时候改变了,高铁轮对虽然只是个车轮,但要求特别高,这一点看一下高铁轮对的工作环境就知道了,只有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列车,才能被称为高铁。 而中国高铁的设计时速基本上都在250至350公里,一列高铁车厢重达50至60吨,这些重量全部压在车轮上,车轮还要在250至350公里的时速下, 高速前进,高铁轮对和铁轨之间没有任何缓冲,在运行过程中要承受与铁轨摩擦产生的高温,在近战停靠期间,车轮温度又会下降,温差变化非常大。 中国地域辽阔,南北环境的差距也特别大,而高铁正是沟通中国不同地区的桥梁,每天要穿越非常复杂多变的环境。 想要确保高铁的安全,就要求车轮在如此大的温差下,不能发生任何形变,不能出现任何脱落,同时还要磨损均匀,难度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。 如果车轮不达标,高速环境下车轮中但凡还有任何一点杂质,都会让高铁轮对破损,造成毁灭性的后果。 1998年,德国ICE-1高速列车脱轨,造成101人遇难,105人受伤。 调查结果发现,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其中一个高铁轮队出现了金属疲劳,造成了一个细小的缺口。 在高速运行过程中,车轮与铁轨摩擦期间,缺口越来越大,最终导致车轮外缸圈脱落,酿成重大伤亡。 2022年7月,韩国由釜山开往首尔的高铁发生脱轨, 搭载的370名乘客中,11名乘客受伤。 据推测,事故原因可能和列车及刹车,导致车轮脱落有关。 说白了,这次事故也是车轮不达标,因为急刹车也是高铁轮队面临的常规情况之一。 合格的高铁轮队,对车轮钢的清洁度要求非常高,含清量不能超过0.0002%,杂质含量极低且分布均匀。 加工过程中,对锯切、断压、热处理及加工要求非常高。 加工完成之后,还要对车轮进行超声波检查、磁粉检查、净平衡测量、喷完强化、硬度测量、全尺寸测量。 经过全方位的检测合格之后才能出厂,否则,仅仅是0.2毫米的瑕疵都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隐患。 日德法义之所以能掌握高铁轮队工艺,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高铁起步较早,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技术,形成了技术壁垒,并且拒绝与外界交流,严防技术外流。 其他国家必须要从他们手中进口车轮,中国也不例外。 从国外进口高铁轮队当然简单,只要有钱就可以,但这也相当于我们交出了自己的经济命脉,尤其是在国际环境日益紧张的当下。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高铁轮队技术,只要国外断供,用不了多久,我们的高铁就会瘫痪,多么可怕。 而这事还真的发生了。 据外媒报道,为了配合老美科技站,数月前,日本、德国宣布暂停向中国大陆出口高铁轮队,便宜思回已经完成签约,市场价值高达5.4亿人民币的高铁轮队订单。 得问此消息,各种大V专家开始群魔乱物,中国高铁被打出原形了,没轮子还怎么跑,甚至比BBC们还要细精附体。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,中国料到他们会使用技术牵制的手段,于是早早在暗中藏好了一张底牌。 需要承认的是,中国高铁发展之处,确实是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大量技术,但是,我们做的是对这些技术进行消化,并成功将其完成国产化。 但是,轴承和车轮这样的高精尖技术,是国外不愿意透露和合作的技术,所以,高铁轮队一直都是我们的心病。 我们不是没想过要生产国产车轮,但是,国产车轮容易出现掉块的现象。 原因就是,帕面的牙表面存在脆性氧化杂质,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,杂质开裂,造成车轮掉块,而这又会威胁高铁的安全。 在安全和国产化面前,我们选择了安全,所以,早期中国都是从国外进口高铁轮队,但是,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国产化车轮。 想要生产合格的车轮,必须要升级设备,为此,中国钢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升级设备,开始攻坚高铁轮队。 2013年,国产第一轮队在CG一动车组上实验成功。 2014年,在科研人员们昼夜部分的研究下,中国又自主开发出了一种混合中碳与微合金材质的第二轮队,也就是后来的马钢胶材。 在多次测试之后,大家发现,用这种材质做出的轮队,比那时从国外进口回来的一而八轮队表现得更为出色。 2016年,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,蓝海豚和金凤凰,整车装用国产车轮,结束了国外垄断中国高铁轮队的历史。 国产车轮制造公关之后,原先非常高冷,拒绝降价的国外车轮制造商开始态度软化, 进口车轮的采购价直接降低了一半,降低了中国铁路企业的采购成本。 对于中国来说,更重要的是,打破了国外对中国高铁的卡脖子,即便国外不再卖给我们高铁轮队,我们的高铁仍旧可以运行。 中国高铁轮队打破国外封锁之后,还从原先的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。 2022年5月,印度发布消息称,将和中国签订合同,从中国购买3.9万个高铁轮队。 要知道,印度可是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,经常从各个方面与中国暗暗较劲。 这次主动下马和中国合作,一是说明他们确实无法自主开发,二是中国的高铁轮队性价比比其他国家更高。 而关于高铁轮队的研究没有停止。近期,中国自主完成了国产高铁轮队的检测,即参与硬力实验。 这个测试为后续进一步优化国产轮队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数据,能够帮助人们提前得知轮队是否金属疲劳,避免重大安全事故发生。 小编也相信,在未来,中国的高铁技术会攻克更多的难关,最终达到真正的自给自足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对此你怎么看?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,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,这样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 关注我的频道,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,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